央行调查统计司员司长程松成 建议尽快实施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 是从今年下半年逐渐显现的 疫情二次反弹 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 拖累了需求端复苏进程 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较好 掩盖了我国内需不足 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固的深层次矛盾 而政策调整和推动改革的步伐较快 供给端也受到一定冲击 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叠加今年上半年较高的基础效应 明年上半年稳增长的压力不小 明年全球疫情得到控制 供应链恢复将是大概率实践 我国贸易顺差 可能不会像今年这么大 而今年前三季度净出口 贡献了近20%的经济增长 同时明年下半年美联储很可能加息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宏观政策的宽松 随着能源等保供措施的落实 物价将趋于平稳 不会成为边际宽松政策的制约 尽管美联储已加速缩减购债 但疫情反复之下 供应链冲击可能无法简单的通过紧缩货币得到解决 美联储未必会如市场预期的那样提前加息 目前资金流入我国较多 国内外利差仍较大 人民币汇率坚挺 我国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实行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加快落实 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稳中趋松 货币政策要有效配合财政政策 不能简单的通过长期改革的措施 应对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 我们本人已经是在短期改革直到则